8.12 makan 嗨大家好 我是Kevin 這一次的菜單研究所呢 又要來分享大家最喜歡的風味飯系列 那這次的風味飯就叫做 豬肉咖哩風味飯 那風味飯呢 秉持一樣精神 就是要讓它一鍋到底也且非常簡單 而且呢,這次是咖哩口味的唷,非常特別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今天的豬肉咖哩峰味飯 一開始呢,先跟大家說明一下今天要用的咖哩喔 那因為峰味飯並不是像煮那種湯鍋的咖哩 所以用到的量呢,其實並不多 我們大概是來使用一塊就可以了 一開始呢,我們要先來準備這個峰味飯的湯 那因為我們打算煮三杯百米的量 所以呢,就是用三杯的水去準備湯頭 好,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喔 就是如果你希望咖哩的風味更加濃郁,有這個奶香的話呢 你可以三杯水有一杯是使用牛奶來做調味 好,我們這樣子呢,咖哩快溶解的差不多 其實就可以關火了喔 就是給它靜置就好了 我們接著準備白米 我另外有準備這個是青豆 這個呢,只要洗乾淨就可以了 豬肉的部分呢,我選的是這種後腿肉 我覺得呢,比較Q,比較紮實 比拔去的韓國 這就是煎餅的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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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